通常爸爸都是低估那個風險 啊就爬 跑啊 然後媽媽通常是高估那個風險 不要動 不要翻 所以其實爸爸媽媽 在看這段時間的孩子的跑跳 或者是攀爬的時候 我們要有責 就是要折衷除以二 爸爸可以稍微釋放一點說 讓他爬一爬吧 我小時候也是很愛爬 媽媽也可以稍微好忍耐一下 好你保證是安全的 那這樣的話 可以讓我們尤其男孩子 可以有比較自在的活動 那也因為過度的保護 其實現在孩子很多是 因為他每天在家採的 都是這個大理石磚 然後每天都採在地毯上 穿著很棒的鞋 然後他一到沙灘就尖叫 所以增加一些主體的刺激 那第三個就是說 像剛剛講說爸爸媽媽折衷 但是媽媽還是會擔心 所以請爸爸 一定要做好一個安全的防護 你說爬沒有問題 好 那就讓他爬 那你要幫忙在底下看 至少不要有危險 或者是有些小孩甚至比較大 找一個教練來 你愛爬 然後去爬攀岩這樣子 有教練帶 有專業人士帶 總比就是讓他自己放任冒險好 這樣 了解 那這個就是小朋友的 探索世界的好幫手 一定要 神器 謝謝佩戴 佩基媽媽帶來的神器是 因為之前我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護士教我們說幫寶寶洗澡的溫度 大概是37到40度 因為我們新手爸媽嘛 可是我女兒那時候剛出生 皮膚狀況不是很好 他就有提醒我說 你洗澡的溫度 不可以太熱 所以我就規定我老公說 洗澡的溫度一定要在36度到38度之間 怎麼抓啊 但是因為我老公每次溫度都抓不好 我只要去抽茶檢測的時候 抽茶 我是太冷就是太熱 我女兒每次不是洗到冷到發抖 不然就是他皮膚就會變得紅紅的 你太熱一下就會變紅紅 然後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問我老公說 先生 對然後我就說 要你調一個跟寶寶體溫差不多的水溫 有這麼難嗎 然後我老公聽了以後 他就冷冷的回我說 那不然你現在調一個36度的水溫給人 哎呦 我就承認我是溫度白痴 然後他講完之後我就想說 啊好 就是 你也做不到 這個很難耶 我也做不到 但是因為人就是那種東西比較主觀嘛 而且就是護女兒心切 但為了維護我就是 一個人妻 一個好神媽媽的名譽呢 我就去上網找 就找到這個快速量溫度神器 它其實就是小小一個 所以你放在包包裡面也很方便 然後你只要插在手機上面 搭配那個APP就可以使用 像它這樣子啊 就是你這裡然後就是對著你想要測量的 大概兩秒鐘之後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它的溫度 就是水溫 那體溫它就是直接稍微有一點表 兩秒鐘你就可以知道溫度 其實這樣很快就不管我要再加量水溫 或是出去外溯 我都可以快速調好我女兒洗 洗澡的溫度 而且之前跟我朋友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他們要泡奶啊 然後泡奶的時候 然後新手爸賣也是 就拿著那個泡奶瓶 然後要知道那個水溫就貼臉啊 然後貼這裡啊 對 就滴水在這邊 它是為了要知道幾度 我就說都不用來 你們的水瓶打開來 然後我就稍微這樣子測一下 然後他們就說好 你們可以泡 他們立刻把我當 像小叮噹一樣膜拜 對啊 小叮噹也是有點像啦 還保證 因為我今天專家也是滿像 而且幫小孩課題會很方便啊 對啊 就聽他說來啦 來跟媽媽自拍一下 對 3 2 1 OK 而且沒有 有時候耳溫腔的時候 你那半夜啊 小朋友在睡覺 他不舒服 你這樣嘟嘟 他急又醒了 就醒了 而且他耳朵動一下 你溫度就沒了 我就泡掉了 你有讓他跟耳溫腔校正過嗎 就是兩個溫度會一樣嗎 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差不多到0.1度 唉呦 我覺得這個東西 隔耳溫腔還要正確 因為我也有一個 他那是亞洲版的 我就是西方版 唉呦 請回去 請回去 OK 唉呦 這個 國際化 整個歐洲來了喔 對 歐洲版的耳溫腔神器 這個也可以量 量物品的溫度 只要長按3秒 可是怎麼用 但這個 跟配機的比較不一樣 是他可以記錄 喔呦 贏了 他可以記錄 他可以拍照片 他可以記事 然後比如說 開啟藍牙 就很像在家裡有個護理師 直接開啟藍牙 所以它是跟手機的APP連結就對了 對 你下載了APP 然後連結 因為這是我跟我老公進去 這是我的 嗯 對 然後只要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哎呦 三秒 哇 我看得出你在想什麼耶 對 對 對 16點 因為 他贏了三次好 秀住一個牛排 對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浮跳牆之類的 哈哈哈哈 三十六點六度 但是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 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進去之後 你看這裡 他可以幫你記錄 每一次你的發燒狀態 哦 你的每一次發燒狀態的 然後這個 可能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你可以 換這個 我剛剛有四座 幫小孩拍照下來 每一次的狀況 小孩可以拍照 然後時間日期通通都有 所以他的那個 那時候的狀況 然後大概幾度 然後這個 三三 三六點七 就可以給醫生看 你有沒有暢少 然後你也可以在 記事 那一天發燒狀況 它有什麼症狀 哎呀 對 它會全部記錄下來 但是半夜的時候 你在房間 你沒有辦法 你不要亮燈 小型小孩 他這邊的燈 會有綠色 紅色 藍色 紅色就是發燒了 你說這個燈 對 如果你發燒 超過38度 它就會亮紅色 你看就知道 你小孩發燒了 你不用吵它 不用碰它 不用戳它 都這樣子亮它 而且你知道半夜啊 那個亮耳溫槍 就嘟嘟完之後 對 但你要看幾度 所以你要開燈 對 就啊 哎呀怎麼辦 所以這個燈 就直接可以知道 對 它紅燈就是發燒了 對 所以你不用 所以它這個 這一個APP裡面 還可以有全家人 都可以記錄 對 然後照片 當下就可以拍照 然後進去這樣子 這個呢 就是我們非常厲害的 耳溫槍 對 耳溫槍 耳溫槍 謝謝 謝謝 各位親愛的朋友 黃醫師也很想要的什麼 超帥蝙蝠車 超帥蝙蝠車 太太妙了 哎 等一下 剛才每一個神器 都有它育兒的功能 對 這是玩具啊 這是我 其實是我去年的時候 我就在韓國看到 那時候我在韓國的超市的玩具區 然後我那時候在粉絲團做直播 就是在粉絲逛超市 嗯 然後就看到這台車的時候 像現在小朋友如果說上廁所的話 我們都會觀察 比如說大便行裝漂不漂亮啊 然後尿尿的狀況 是不是太黃什麼的 我發現其實很多小朋友 上面會有小泡泡 是不是像老人家那一種 哇 有泡喔 然後腎臟有問題 尿蛋白太多 會這樣嗎 這是一個還滿大的迷思 我們把成年人的問題 抓到小孩身上來看 其實小朋友 尤其小男生 站著尿尿 那個充力本身 就會讓很多的泡泡跑出來 尿又不是開水 它裡面也是會有很多很多的這個物質啊 所以基本上 第一個是充力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是如果你今天 比尿比較濃 那它也比較容易都泡泡 所以說早上滴泡尿有時候 泡泡就比較多 那第三個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真的還是很擔心 說還是會被這個有蛋白尿 那你就往旁邊在那邊看 看久一點 你看那個泡泡一個一個不見 一個一個不見 很快就不見了 那這種通常就不是 但如果是蛋白尿 造成的那種泡泡 它會持續的比較久 大約多久 一分鐘以上嗎 差不多啦 一兩分鐘以上 其實那個時間很難講 因為我剛剛說比較濃的也會比較久 但是至少 你會看到那個泡泡會漸漸 不止不 就是如果是蛋白尿的話 它不會不見 它就是大泡變小泡 然後變變變變 細細碎碎的在旁邊 然後就是看很久怎麼還在這樣子 有點像喝啤酒旁邊的那一圈的感覺 對 而且但是重點是 如果你的孩子已經有蛋白尿 他一定有合併別的症狀 眼皮會拋啊 手腳會拋啊 對不對 你總不會眼皮不看 只看人家尿嘛 所以那是因為大人有的時候 自己沒有觀察自己 那小孩媽媽都會觀察他 所以基本上如果有蛋白尿 它除了泡泡之外 它還有別的症狀 所以這四個點可以供大家參考 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嚇自己 對對對 我真的會感到充滿 你問我 那邊要不要這樣子 可以聽到我嗎 我會不講 我會說 我會說